你好,欢迎收看5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陈彦汝 花莲渔港假日渔市成立至今超过20年 花莲港务分公司不再层租使用 而花莲县府2020年在附近完成花莲渔港观光渔市第一期工程 不过因为空间以及设备不足等问题,至今没有摊商迁入 而县府再推第二期工程改善 预计今年底完工,期盼能够打造花莲渔港新商圈 花莲县府日前举行花莲渔港观光渔市二期增建工程开工动土典礼 将新建地上一层混泥土建筑 面积约640平方公尺,与一起空间整并 远滩商地点临近渔市场,以翻售海鲜收十几小吃为主 去年底租约到期后,花莲港务分公司就收回不再续租 二期增建工程载货花东基金补助新台币3000万元 预计今年12月完工 海资馆的建设是在整个 无论是我们刚才进来的路区 还有在左边的便区也有花莲县政府的地 还有跟我们的这个港务公司的地 以及整个草坪区和这边都是花莲县政府的地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顺利 在12月点前能够顺利完工 而我们前面的日出广场的部分 我们会在今年的7月 能够在二楼的部分也全部修缮完毕 能够来这个展开让它有新的风貌 我们也感谢在日出广场的前洞的部分 由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余会来承接 那后洞的部分有另外的这个工地区去 也要那个委外来经营 那像是广场的话 那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会 与那个赏金业者 然后他们然后就让他们来当招待所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会卖一些青石的啦 咖啡啦 然后就是让 让些游客然后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那完工之后 包括一起渔室的空间 然后加上二期的空间 就有一个完整的渔室 能够让我们这边可能不管是观光 或者是渔货贩售都可以更加的活络 除了我们跟在地的渔会 还有摊商一起合作之外 然后我们这边县政府 也会积极的去做招商引资的部分 包括这样这个空间 除了像是我们的渔货市集之外 也可以像是一个美食空间 让这边的人朝来了花莲港之外 除了赏金那也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 县福表示 观光渔室一月提供成共22个营业空间 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公尺 可依招商需求将2-3个营业座空间整合 透过玻璃采工廊道 引导多功能渔业场馆及赏金人潮 结盖于渔会当地渔村及渔民 推动海洋生态教育 串联海洋生态体验游城及食渔教育等 记得蒋邦彦华临时报导